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時間交給我們就是Developer 那我們會來分享一下就是在 就是在寫應用程式的時候碰到一些惡意破解啊 或是其他的相關問題 那我們先請Sam來和大家分享 謝謝各位 這個大家 這個今天就是Covic 大家在這邊聽聽就好 想意不給 因為這個東西有時候會請人到 教人家怎麼破解 可以拍嗎 還沒關係啊 我說聽一聽就算了 然後講之前先配廣告一下 就是說有些人可能知道 我有參加一個協會 是台灣無國界工程師 那雖然是台灣 可是它是一個 無國界工程師協會 它是一個全球的一個協會 那我們這邊是台灣的分會 那我們在做什麼東西呢 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把你不要的筆電 你可能常放在你家裡 可能都想說我哪一天會用到 其實咬的不會用到 就放在家裡面 把你那種你不要的筆電 你咬給我們 OK 那我們會把它修好 然後送到奈吉 送到像我們會送到那個 今天我們大概送了22台 大概有8台送到柬埔寨 然後有14台應該送到奈吉利亞去 這樣 然後還有兩台是到台灣 一個原住民 然後跟一個是塔桑尼亞 來的一個交換學生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今天送了20 應該20 30台出去了 然後而且我們在運送的時候 大概都是 大家都想現在都是那個 無碳嘛 所以我們在運送的時候 不是說特別 因為像我們台灣 電腦台灣最多 其實這樣電腦台灣最多 那我們怎麼 但是那個奈吉利亞 或是塔桑尼亞很遠 那我們怎麼deliver到哪邊 我們不是特別deliver出去 我們都怎麼樣 可能像我們有些人 要出差去美國 那我們就順便帶到美國去 然後美國那邊 可能又會有當地的義工 可能要再到Santiago 再帶到Santiago 或帶到紐約 再帶到紐約 反正就是這樣一站一站 這樣一直傳下去 所以傳遞過程 大家會花一些時間 不過至少都不會去 特別浪費人員 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Anyway 如果說大家覺得說 這個事情是蠻有意義 剛好你有舊筆電不要的話 那你跟我聯繫一下 那樣的 我沒有E-mail啦 所以你Google一下 應該可以找得到我的E-mail 這樣子 OK 那你就跟我聯繫一下 那我會再跟你講說 怎麼送過來 因為通常不用郵遞 我們可能剛剛有人去台北的時候 就會幫你拿過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件就是說 我們大概還有一個 OpenSource的一個Project 叫AirTropHog 所以在座各位有Android手機的話 趕快裝一下 就在這裡 這個跟前兩個禮拜的版本已經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裝一下 前兩個禮拜的版本 這些統計圖都是假的 那我們現在這個統計圖 已經是真的囉 然後我們這會做什麼事情呢 你都 你打一下AirTropHog 這個攝取報告可不可以找得到 就Anyway我們會說說 你裝了這個軟體之後呢 我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手機上 這支手機是Belial S HTCBelial S 在座有HTC的人 那我會告訴你說 Belial S呢 你目前跑的是2.3.3 但是 有2.3 大概有另外一個 可能是幾%的人 他已經裝到2.3.5了 OK 所以如果你還在用2.3的人 應該就會蠻幹的 對不對 怎麼HTC還沒辦法升級 對不對 還是之前也是Root 所以我有另外一個Information 會告訴你說 裝Delial S的人 Root有多少人 這樣子 那我們這資訊應該還有點準 已經有點準度了 然後我也告訴你說 所有Device 剛剛這次是ByDevice 那我會告訴你說 所有Device裡面 2.3.3大概是佔28.9% 然後2.2.2 那是佔6.7% 應該差不多在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個Information 那我們Information 會頭發越來越多 那目前大概只有這樣而已 超好耶 我講那麼多了 超好了 那我們還需要一些UI Denyler 所以如果說你對 你希望說到時候這個軟體上面 Credit那邊可以打上你的名字的話 那你對畫圖有興趣可以找我們 或者說你對GE 不管是驕傲 或是派出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找我們 那這是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OK 可以了嗎 好 那 那所以進入正題 所以 講一下那個Android應用的破解跟保護之道 那其實我這不是專家 我只是經驗蠻多 那 從搞這個破解跟保護呢 大概應該有二十幾年 大概應該從我開始寫程式開始 我就 從開始寫程式開始 我是先做破解 不是因為他自己還沒寫程式嘛 所以總是從破解起家 然後所以二十幾年 那大概很多經驗都是很多過程中 大概後來我們在一個公司裡面 我大概在四元科技大概待了十幾年嘛 那那種軟體 像四元科技賣軟體 一套軟體 大概賣差不多四五百萬台幣這樣子 OK 一套賣四五百萬 所以我們當然也有做一些保護 OK 不過 所以我會大概分享一下說 待會我縱觀這些保護來看的話 大概應該 如果在Android上面的話 應該怎麼做會比較有效 那 那 如果說你今天到Google上呢 你去打這個keyword App2SD是我一個app 是我的一個app 那打App2SD Pro Pro就是付費版 然後打個 隨便打個版本號碼 第一頁列出來 大家看到沒 全部都是盜版的連結 所以他們這些盜版網站 SEO做得非常好 全部都起到第一頁去了 看那個AndroidMarkets 我沒有看到 我記得前幾頁都是大陸的 所以 一定要為Google 多按個讚一下 因為他們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其實Google 是一個盜版的一個 發佈的網 網站的一個地方 Google沒來吧 沒有人 有啦 不好意思 我只講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去做一下 因為這算去聽這樣 開玩笑開玩笑 我只是說Google很讚 有啦 所以你就知道說盜版呢 其實是非常多的 盜版非常多 那到底要怎麼防治呢 那 所以今天就來教你說 怎麼保護你的應用 不被人家破解嘛 不過 要跟各位講 很抱歉喔 因為沒有破解不了的城市 只是跟鎖一樣 跟鎖一樣 沒有開不了的鎖 那這也是一樣 沒有破解不了的城市 我還沒有看過那個 破解不了的城市 所以那你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 這燙得很悲觀喔 好像 不太想這麼做 對不對 祈禱你的城市 不要進進製呈はい hop 不過這最有效 好 因為你沒有進製呈はい hop 絕對沒有破解版 ok 然後第二件 加一些基本 但是有效的保護 然後我說沒有破不了 所以我說只要加基本 但是要有效 基本也不要加無效 第三個其實應該怎麼樣 你還是要花主要的時間 再去解決使用者的痛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如果說你這兩個時間分配怎麼樣 我會跟你講 這個人一開始釋放0 應該不要講1%就好 那這邊是99% 等到你的程式像APE to SD 這樣 全球大概有400萬個使用者的時候 這時候我才花了10% 會先來做這件事情 另外90%我還是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做這三件事情 看起來也還沒什麼用 所以第四件 其實我說這三件也沒什麼太大的效果 還有一件事可以做一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所以今天 其實這四個方法 我說都沒有效 唯一有效就是第二 唯一有效 就是還有第三個 就是中間這兩個是最有效的 所以我今天就花點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概在Android這邊 大概怎麼去加基本跟有效的保護這樣 那我說這只是我個人經驗 所以其實我是比較希望聽到你們其他人的方式 然後看有沒有說 可以看到一些比較不同的方式 好 所以我這題目就定了 所以如果你要學 你要學怎麼保護之前呢 首先你要 其實你要先學怎麼迫進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 我說 看見我們公司的人 他在做一些保護 我看 這根本就沒效 因為他們都不會破解程式 所以我說 因為 你在保護 因為 你保護是保護什麼 怕被人家破解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知道說 破解的人 他到底怎麼去破解你的程式 你要先搞清楚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邏輯 他們的步驟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去保護好你的程式 要不然你可能是 打空包蛋 做白弓 OK 所以我常說 破解跟保護呢 其實就是一些人之可一樣 就跟一些人之可一樣 你通常來講 破解 做保護的人耶 很少去懂得破解的人 在想些什麼事情 然後 如果說你保護做得好的話 通常你破解應該也會蠻厲害的 只是說你有沒有花那個時間下去做 只是說你有沒有花那個時間下去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說 要怎麼去做破解呢 要怎麼去做破解這件事情 我先問一下 在座各位有做過破解的舉手一下 一位 還有沒有 兩位 你有嗎 三位 我也有 因為我從大一就開始做破解的事情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無聊 我們那些大學的時候不像現在這麼有趣 沒有網路 BBS也沒有 Modern也沒有 Modern是到我念研究所的時候才有 而且那時候才9.6K 一開始就是9.6K這樣 所以那時候很無聊 然後 待在學校裡面就是在做破解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個破解的層次就是這個 Penman 就知道了 我也沒玩過吧 慘了差好奇的世代 小精靈 第一個破解層次是這個東西 那時候我們大概大一的時候已經有PCST了 已經有PCST 所以你知道說那時候破解 那當然這個層次就是點ES1檔 那時候 對點ES1檔 所以要破解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你要會組合語言 就要會X86的組合語言 這樣子 所以我印象蠻深刻 我一直都會印象很深刻 第一個 其實我本身不玩遊戲的 因為我對遊戲沒什麼太大好感 那為什麼我破解遊戲呢 因為我的室友很喜歡玩 可是呢 小精靈就只有這幾隻嘛 對不對 玩玩就死了 所以他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你們能讓他變 可以死99次這樣 不會死這樣 那我就花了點時間去做 所以那是第一次破解嘛 所以我們大概就怎麼破解吧 就是只好去99隻嘛 所以你按照你的程式邏輯來想 他應該會去做到一個位置上 一個address上面 去把那address裡面的變數 那address的變數 可能initius是3 對不對 如果這個小精靈是5字的話 可以initius是5 所以他會到那個address上面 去做一個DEC的指令 類似這樣子 但是那個東西在哪裡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那個address在哪裡 DEC一找一大堆 對不對 如果按照我們寫程式的logic去看 所以你變成要怎麼樣 你變成要debug debug 對不對 那debug就射斷點 射break point 但是斷點不能亂射 所以你會大概去看一下 大概會把那個sandrecode reverse出來一下 但是不能reverse成c 只能reverse成sandrecode 然後去猜一下 看到他有幾個functions 然後開始去慢慢用這樣 二維V計 去找到這幾個斷點 然後去看看 那好不容易找到 真的找到一個 所以 initius是5 那你找到那個東西 破解就太難了 太簡單了 對不對 只要把那個東西 改成99 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就破解 所以這支 這支城市很快 大概花了幾天的功夫 因為開始剛學 花了幾天的功夫 你就去做這樣破解 後來第二支破解的城市是這個 這個應該又更困難 這叫debug 這不是打地鼠 這是那個挖地的 有一點挖地的 這有沒有人玩過 有喔 那你們有玩過啊 太厲害了 那是我們pc上的城市 所以你看pc上的是很無聊 ok 那地大的這個城市是怎麼樣呢 所以後來那個 世偉也會跟我講說 欸 後來他迷上這個 他就跟我講說 能不能讓他變不死之神 99歲還不夠了 要讓他變不死之神 對不對 那不死之神呢 一樣 所以你看我們要破解之前 我們要先講 一定要會先寫城市 那如果你會寫城市的話 你通常會怎麼樣讓他 變數減一 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減某 所以我就想到我之前 破解小精靈那個經驗 已經到某個address上去 把它減一這樣子 可是要不死之神 要怎麼做呢 就算把那個DEC DEC 那個address 變成NOP 變成no function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減了啦 所以他就變不死之神了 所以大概有這個方向之後 一樣 又跟上次破解小精靈的方式 這樣一樣 就想 去找到 找到一個地方 很像 看起來好像在減一個address 那address 看起來好像也是3還是5這樣子 就很興奮 就去把它改掉 把它改成NOP 去跑一下 欸 果然不死 可是呢 很奇怪 玩一玩的時候 可能到某個關卡的時候 突然又會死 因為死不死 他這邊會少 小的嘛 對不對 突然又會少一隻 那代表什麼 沒有破解乾淨 對不對 沒有破解乾淨 真有趣 所以這個故事都一樣 沒有破解乾淨 奇怪 他就DEC 就明明被不曉得 為什麼沒破解乾淨 代表說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在藏有這個DEC 某個address 那個指令 可是這時候呢 我就不用斷底追蹤 我就怎麼用 我就用pattern match OK 因為之前我破的那一個程式 我就看它暢下碼 因為它不是那麼單純DEC 它一定是些什麼 Move AAS 到那個 把address Move到AAS 然後在DEC AAS 再把AAS 回方的那個 變數裡面 那個就是一個patter 對不對 就拿那個pattern去grip 整個source code 對不對 整個assembly 看哪邊的地方出現 類似那種東西 OK 然後再猜錯 那個東西是 有些是force around 有些是真的 那你就這樣 一個一個找到 都是東西 去把它改掉 有時候會改錯 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那個pattern 如果你pattern太短的時候 force around就很多 所以說你會改錯的時候 那你不小心自己 自己跑來跑 自己就死掉 你就知道你改錯 那如果你真的都改對的話 欸 關卡不管怎麼玩 欸 真的就不死了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在講 我自己 剛剛講這兩個故事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說 所以像我會幫我們 破解都怎麼做 一定要 如果像這種不是 變成一種刻度 就是變AASAMPRECORD 的話 因為AASAMPRECORD 叫我去看它太辛苦了 我們不會 破解的人它一定是 要用最短的時間 去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OK 它不是要去學你程式怎麼寫 所以它不會去看你的AASAMPRECORD 它會用最短時間 怎麼最短 就是這樣 射段點去找 好 那找到之後呢 接下來是用pattern matching的方式 去找 看類似其他東西 破解的人 大部分都是這麼做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Android這邊要怎麼去做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Android怎麼保護 目前有幾個保護的方式 如果說大家有寫過Android程式的話 有寫過Android程式付費版的舉手一下 有沒有 付費版 付費版 就四五位 好 付費版的話一定都知道 Android目前來講 Google目前來講 就提供兩個對不對 LVL跟In-App B0 對不對 LVL就是買那個 付費程式 那In-App B0就是買保護這樣子 其實你免費版升級 付費版 也可以用In-App B0放置走 那時候我看到In-App LVL那是沒什麼好用 因為提出來的時候 隔天就被人家破解 對不對 馬上就被 那In-App B0提出來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Document 哇 Procode實在有夠複雜 哇 這實在是不是太厲害了 對不對 有沒有用 有沒有 我跟你講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不是說他這個Procode不好 他Procode非常棒 想得非常軸全 實在是想太多了 但是 但是 因為這大公司都這樣 設計底層跟寫程式 寫應用程式的人 其實有時候會分開兩組 所以他們上下有時候又 就是設計底層 他不只要有應用程式在告示 應用程式對底層來講 就是提供API給他用而已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GAME在 我們寫應用程式會怎麼用呢 如果你去看你們 剛剛有舉手那些人 你去看你寫的付費程式的話 你最後你注意看喔 你的程式邏輯一定有這種東西 沒有 有沒有 如果沒有 不管前面怎麼搞 他從Android Marketing那邊 去Android Marketing那邊 去拿到一個license之後 最後你一定會去確認說 如果沒有授權的話 我就會結束執行 如果你程式沒有這一段的話 你趕快來告訴我 趕快跟你拜師學一下 為什麼你程式可以沒有這一段 不管你怎麼寫一定會到這個東西 這個if就是一個破 保護點 最後我講的保護點 這個保護點太會可 因為我只要找到這個點 你今天不管搞得再複雜 我只要把這邊if擀掉就好 好嗎 問題是怎麼樣 你不要讓人家找到這個點 我們做保護的就是 不要讓人家找到這個點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說 我搞server就沒問題 對不對 搞server就不會被人家破解 有這麼簡單嗎 搞server的話通常怎麼樣 就是說你的程式 可能要把你的email丟過去 然後server那邊去搞一搞 然後再丟個東西回來 類似這樣 或者說 最常應用程式是什麼 拿授權碼有沒有 PC上都是授權碼 你把授權碼敲進去 程式把它丟到server上 看授權碼OK的話就回答OK 那你就可以run 那他這個 保護點在哪裡 對不對 我只要知道你的授權碼 那我就可以去 我的破解程式裡面 就hackle那個授權碼 所以自然就可以 通過你server的認證 但是也不是那麼悲觀 有些程式還是可以 像第一種就是這種程式 這種程式就像Facebook一樣 你的程式事實際上 要連到Facebook那邊 然後Facebook的server上 他會去塗 把你的email跟password丟過去之後 然後Facebook的server 會丟一些data過來 所以這丟回來的data 會因為使用者不同而不同 那這種也沒有人要破解 這種不是不好破解 非常容易破解 因為我只要照你的username password就可以丟過去 可是這種破解重程式 沒有意義 對不對 因為它的輸出 會因為使用者不同而不同 所以如果我今天破解你這個東西 因為破解這個東西 它一定是Hotcode 某個username跟password下去 對不對 那破解這種東西就沒有意義 我今天破解你的程式 我always就是看到你的Facebook內容 假如將來Facebook要請的話 那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OK 所以這種東西很難破 但是沒有人會破這種東西 因為沒有意義 那另外一個比較難破 就是待會那個L9要講 就是這種東西 APK 那我今天APK可能扣一個C 好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今天在破解怎麼樣 一定要去設斷點 或是看你的saucecode 我才比較容易破解 那這種 跟JNI去bind在一起 是比較難debug 比較難debug 我就比較難用二分追蹤法 去找到你的那個保護點在哪裡 OK 所以對我來講 就比較難破解 但是你要記得喔 你今天呼叫JNI搞一搞 然後回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是動態輸出 我所謂動態輸出 你不要就retend true for force 代表說有沒有通過 那你這邊搞得再複雜了 你不知道在這邊出 或是你把它安掉 把它OS改成出就好 好不好 所以你這邊的一定要是動態輸出 那什麼叫動態輸出 就是要靠你的腦袋去想一想 而且你的程式是要依照 這個動態輸出的內容 做一些有意義做事情 不要說動態輸出 也是對它講沒意義 那也沒用 所以這種東西 也不是說每個程式類型都可以做到 有些程式類型可以做不到 有些程式類型 沒辦法做到這樣子的架構 其實這要看程式 所以大部分程式其實都在這裡 大部分程式都是像我講這樣 你看你的程式一定都是有個意義 最終一定有個意義在這裡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總歸一下 一般AndroidAPP在破解都怎麼樣 第一個 像我們在破解的情況先執行一下 觀察你保護點前後APP的行為特徵 最笨的就是那種怎麼樣 看到那個授選沒過關 就彈一個Dialog Box說 你授選沒有過關 而且寫個英文 就是說這個license沒有過 所以我就要跳出來 這是最笨 為什麼我說最笨 因為你的特徵就已經表露出來了 license沒有過這個字串 就是你的特徵 我就可以拿這個字串去grip 你的sauce code 看在那個sauce code裡面 去修出這個字串 你的那個if馬上就被我找到了 好不好 所以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破解之前會先觀察你APP前後有沒有什麼特徵 或者說你APP 這個就是你的 好 然後第二個 就開始找到 大概猜出來你有幾個保護點 因為破解的人 他有個 就是你保護的人有個優勢 唯一的優是什麼 破解的人 他不曉得你的層次裡面 有幾個保護點 通常來講 鋼血層次的人 一定只有一個保護點 一定只有那個if而已 而且他一開始學成是 老師教過模組化 有沒有 他把那個if一定包在某個function裡面 好啊 初學者是這樣 所以 但對我們來講 大概會先找一些保護點 不過我說破解的人 他有時間壓力 因為破解的人他在比說 誰最早出破解版出來 所以他大概只猜一兩個保護點 他就開始去做 接下來就是由我們家 所以他會先大概猜一兩個保護點 然後怎麼找保護點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在破解小精靈啊 DipDub啊 方式 就設breakpoint 然後就是step 2 開始去猜 可是這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一半都用在C上面 用C寫成是我們才會用這一招 那用Google 不是Google 就是Android的 Android App是用Java寫 哇 Java實在是太容易破 因為Java可以直接reverse成 Smelly或是Java 甚至可以reverse成Java 你不相信 你可以把你程式給我 可以把reverse成Java給你看 幾乎一樣 那所以一般我們破解的人 會先去看這個Java 因為這個太容易看了 會先大概看一下你的Java的流程 然後再去找看這個特徵 所以接下來就去搜尋特徵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你的行為特徵嘛 所以我就搜尋你的特徵 搜尋的特徵呢 找到之後呢 確定之後 我就把那個保護點解掉 但是我說可能 因為剛剛 我以前在解那個DipDub的時候 沒有破解乾淨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會用匹配法 Patermation 去找類似的保護點 破解通話就這樣做 好 那接下來就repeat step 2 把所有的保護 因為保護點有時候可能會不太一樣 沒辦法 Patermation不是萬人 他只能找類似 repeat step 2 找到所有的保護點 去把它一個一個解掉 所以我說今天時代不能給 這就是怎麼破解 通常都是這樣子而已 只是說存不存熟而已 然後最後 都解完以後呢 就改smail 然後用自己的簽名檔 編譯成的APK 對面丟出去 怎麼保護 其實這張如果你有看的話 怎麼保護都在這裡面 所以我說破解跟保護是一體兩面 你會破解你就會保護 但是你只會破解這種 你只會保護這種的 所以我說如果有不同人 有學到不同破解法 你就會講一下 那我就可以學到不同保護 所以我說破解跟保護是一體兩面 好然後 甚至會發展出什麼 誒 有人照相是嗎 甚至有人會發展出什麼 自動破解機 對不對 自動破解機就是這樣 像以前我們在寫那個胖程式的時候 胖程式到後來都已經發展 那個破解工業已經發展到 就是自動破解機 自動破解機會讀什麼 它會讀個SML進來 那個SML大概有幾個session 其中一個session就跟你講說 Pattern是什麼 找到這種Pattern之後 要repress成什麼東西 而且針對某個APP Pattern是什麼 換成什麼東西 OK 所以自動破解機就會去 所以 那時候只要你出個版本 為什麼 怎麼隔天就破了 因為它是用自動破解機去破的 那個人都不用引爆進去 跑一下就出來 好不好 誒 所以怎麼保護就在這裡面 所以怎麼保護就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怎麼保護 不過直接你再看一下 所以破解版有一些特徵 破解版有一些特徵 第一個特徵 這沒辦法改變 它的簽名檔一定跟你有不同 這一定會這樣子 除非你的簽名檔外流 要不然簽名檔跟你不同 所以 這也就是你保護的一個機制 我怎麼知道我的程式被破解 簽名檔不一樣 OK 那第二個呢 APK通來講 通來講差不多 那如果說你看到這APK 還會大個幾K 哪應該是有木馬 所以如果說你要裝破解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我詛咒到 因為你可能就會中到木馬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跟正版的大小有沒有差不多 Size就好啦 看一下APK size就好 大個幾Byte是正常的 但是大個一兩K 你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有木馬 那所以怎麼防止呢 怎麼防止就是一樣 因為我已經講怎麼擴解 那怎麼防止就是reverse 回來就對了 相反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呢 不要讓它debug你的程式 但是這個 這招太容易破了 這在Google IOS 我也講過 那怎麼就是這一段 如果你把這個flag application information這個flag 看它有flag debug 的話呢 就代表你的程式可以debug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不會射觸 所以如果 所以一般我要破解的時候 我會先把射成觸 射成觸 然後就可以用pebug去追 那你就把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的程式弄起來的時候 有個if 這個是觸的話 就跳出來 但是我說這個很容易破 因為它的特徵太明顯 這個是一個特徵 這個是一個特徵 這個特徵太明顯 所以很容易就被破解這龜盆出外 先把這個解掉 解掉之後 它就可以設規模去找 但是我說 因為java這東西 它其實通常講 它還不太設規模 它直接先把那個reverse 先去看 所以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加的可能會心軟一點 而且不長嘛 就一行而已就加一下 那第二個呢 當然要讓它看不懂 因為我說它會reverse 成java或是many 所以你第一個 要先做obfication 反正Google後來也propose 或是在build.sml裡面 沒有 用and那邊 你就可以加個pogar 它把這些都把它寫好 所以你就用pogar做 拿作obfication 至少可以讓它比較容易看不懂 你的程式在寫什麼 都是ABCD嘛 比較容易看不懂 那第三個呢 你的程式如果detect到破解 怎麼detect到破解 會了吧 這個是一個破解 簽名檔不一樣也是一個破解 detect到破解的時候 千萬不要馬上動作 我說千萬不要馬上動作 不要說故叫SE 或是finish 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為什麼 finish就是一個特徵嘛 所以我只要找到finish 然後去看前後有沒有if 就被我拆到了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的finish要加哪裡 可能加在某個handle的裡面 handle知道嗎 有些android程式這樣 加在handle裡面 所以我今天看到finish 我從程式裡面去grap and handle的時候 只看到grap and finish的時候 看到這個handle裡面 可是誰送這個message到這個handle裡面 對我來講你會比較通膚 我要再去追一次 所以會延緩他破解的時間 所以第一個我講 不要馬上動作 你可能就send個message detail一些時間 所以像之前我曾經做過一次 就 那個版本出去的時候 破解者就沒有破解乾淨 但是後來 他知道以後馬上就可以再破解 我做了什麼 就是 你拍到破解之後 五秒鐘之後 我才把我程式解鎖掉 那破解 我說破解者他怎麼樣 他就弄一下 可以知情了 好啦我做完了 趕快丟出去 因為他有時間壓力 趕快丟出去 所以我破解完了 他不會等個五秒十秒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不會這麼做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一招 讓他沒有破解乾淨 那第二個就是 不要有特異的行為特徵 好不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要秀個message說 這是破解版 請不要用 什麼之類的 這都是特異的行為特徵 所以你偵測到破解 然後你要結束的時候 那個要很正常 感覺是一個程式正常的結束 這樣 讓他不要找到那個特徵 也就是說你不要有特徵出來 你不要有特徵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不要有相同的行為特徵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然我會講 你的程式裡面要分散很多個衣服 就是你的保護點要分散 保護點不要說只有一個 也不要集中 你要分散 那偵測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都是做finish的動作 可能這邊是做finish 這邊是做什麼 這邊是做什麼 好不好 所以你的特徵會不一樣 所以你會有不同的行為特徵 所以他這樣 不同行為特徵是做什麼 不要讓他用pattern match 如果你是相同行為特徵 他pattern match一掃一下 又把你截掉 好不好 所以就不要讓他做pattern match 那後來就我講 就是你的保護點要分散 分散個數 千萬不要模組化 千萬不要模組化 這一定要 這個就是要反軟體工程的原因 就是千萬不要模組化 要分散個數這樣 對我講 然後 而且你可能要勤勞一點 因為我說沒有脫不了的 最多就是脫他個幾天 或者沒有破解乾淨 像我說 LE2SD 上個版本我就蠻興奮 因為他就沒破解乾淨 這樣 然後沒破解乾淨以後 還有使用者很白目 他就寄信來跟你講說 為了我的程式 跑到什麼時候 會怎麼樣子 我一聽他講 我就知道說 他在用到吧 因為他講的行為特徵 就是我設計的關係 對不對 然後背負這種人很簡單 請他寄那個奧特朗普來 好不好 你請他寄奧特朗普來就好 通常來講 你叫他寄奧特朗普來 你就會發現這空心在也沒有下文 就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然後 但是我說 但是那個後來 大概又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他後來那破解裡頭出一個新的破解 那個就破得比較乾淨 所以我說一定可以破的啦 只是時間而已 然後 所以你每個版本 所以為了要防止破解肌 我剛剛不是講 我有自動破解肌嗎 對不對 你為了要防止自動破解肌的話 你每個版本都要改變保護點的血法 讓自動破解肌不會窩 然後 這給一些糖吃是什麼 破解的呢 就跟在座各位一樣 都是災難嘛 會有個天生喜歡挑戰的特性 對不對 遇到越困難的話 你就不睡覺 你要把它解除完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你的保護弄得太強 我說不要保護你保護弄得太強 我剛剛不是講說保護點要很多嗎 對不對 有些保護點就是非常容易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講的糖果 好不好 你要讓他破解肌 我找到了我興奮結掉了 然後他就不會再去挑戰你的城市 就趕快把他以為他解乾淨 因為他 我說他不曉得你有幾個保護點 你的優勢在這裡 他不曉得你有幾個保護點 所以你要有些保護點就故意曝露在哪裡 讓他去解肌 然後有些保護點隱藏得非常神秘這樣子 那懂這意思吧 這很重要 你不要說搞得很難破的話 他使命一定會給你破出來 好 剛剛講的是那個保護板 對就是那個付費板 付費板保護 大概就是先這樣子 不要講太多了 大家今天欠談而已 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就好 實行細則的話 就大家自己研究 那 AppBlock有沒有人知道 有 搞Root的人一定都有AppBlock 因為後來Root的手機 那個ROM裡面都已經內建了AppBlock AppBlock是什麼呢 就是擋廣告 那我們知道說廣告 剛剛也VPON也介紹過了 廣告的他原件的原理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到廣告的後台SERVER裡面去撈資料 對不對 那所以怎麼擋廣告呢 非常簡單 他就到那個IPTABLE 到那個ETC HOST那邊呢 去把AMARP啦 或是ASC 或是VPON的SERVER 變成127.0.1 那他撈得到 撈不到廣告資料 就撈不到了嘛 對不對 但是ETC HOST 可能是Root群線才能改的 OK 所以一般來講 你會用這招來破解 還有其他擋廣告 不過那個通常效果不大 最好效果就是我剛剛講這種 那 可是這種東西的話 第一個他一定有Root 然後 所以 所以要怎麼去擋這種AppBlock呢 就非常簡單 內建Customer都擋廣告的功能 多打一個O 然後 所以如果你是靠廣告賺錢 靠廣告賺錢的話 那 用AppBlock的人 對你的貢獻度 有沒有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貢獻度 對不對 他就跟寄生蟲一樣 對不對 寄生在你身上 沒有什麼貢獻 可是後來我想一下 他還是有貢獻度 因為他多少時候 會幫你宣傳一下 這層次不錯耶 你可以來用 但是你要先Root一下 再來用這層次 不過至少會幫你層次打一下廣告 OK 所以如果你是靠廣告的人耶 其實這些你要知道 AppBlock 有裝AppBlock 其實對你來講貢獻度 你要先體認到這一點 你不要可憐他 其實他對你的貢獻度非常低 那 有些人會擔心說 那我擋掉他們 會不會對我的營收 或是排行榜 有什麼影響 我跟你講 所以我就大膽去實驗一下 根據我的實驗結果 對營收排行榜一點影響都沒有 反而還上升耶 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我會反而上升 後來結果其實是真的又上升了 但是我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跟人家 跟好幾個人討論了一下 我們一直找不出原因在哪裡 因為要用的人 就把ID Block拿掉了 我跟你講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本來也是這麼天真的以為 後來我發現說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唯一有想到就是說 因為他會到處亂罵說 這個程式很難 這個程式很難 無形中就幫我程式打了一下狂 這是唯一合理可以解釋出來的 但是我跟你講 對營收跟排行榜 通常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我待會給你看一下 然後 不過呢 阻擋他們對你也沒什麼好處 因為我說 就剛那個 Little Q 講 他們會去 因為你擋了他們不讓你用 他就會去跟你買 我跟你講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發現說絕對都沒有人會這樣做 他不會買就是不會買 就像用破解版本 通常來講 他就不太會去給你賣正版本 然後 而且從一個方向來看 Airblock是 免費版本的破解版 懂我意思嗎 付費版本的破解版 就是說 用破解版的人 他根本 一樣對於一點貢獻度都沒有 因為他就免費用你的程式 對不對 那對於一點貢獻度都沒有 然後用 Airblock的人呢 也是一樣 因為他用你的免費版本 可是他又不會 讓你的廣告的收益 帶來提升 所以其實他是另類的一種 破解程式 因為破解程式 那我剛剛講說 我說 我那時候做個實驗 而且我那時候就 那天突然失心瘋 我就拿我的APP2SD 我說APP2SD 大概全球大概有四百萬個使用者 突然一天失心瘋 我就拿這個程式來做實驗 後來有點後悔 有點後悔是怎麼樣 因為我那天 我去擋APPROCK之後 怎麼擋後面會交吧 我擋APPROCK之後呢 哇 突然一堆人出來給我一顆心 大家知道 INZO MARKET我可以給你一顆心嘛 對不對 給你一顆心 而且都開始去幹狗迷 什麼FUCK啦 這個字眼都出來 然後選擇日文啦 你去翻一下 大概都是那種不好的字眼就對了 什麼 而且各國語言的人都有 應該都是髒話 應該都是髒話 各國語言的人都有 所以呢 你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首先你要先有一個心理建設一下 我在心理建設一下 像我這城市大概有四百萬個對不對 後來其實給一顆心 大概我看一下大概一兩百個人 但是呢 持續了一個禮拜 因為我原來我這個城市大概都是四五顆心 每天看 每天起來心情我就會看一下那星星書 看到很多星星書我就很爽對不對 結果那一個禮拜我心情就很糟 因為每天打開來看都是一顆心 這樣子 所以我說你要有心理建設 首先你要先有心理建設 而且要很重 因為你看到我禮拜三的時候 想說 我是不是要把它改回來比較好一點 不要讓他們再罵下去了對不對 你就會有這種 那種感覺這樣 但是我說你就堅持下去 撐過一個禮拜之後就沒事了 這樣 因為你明明都寫出來 對啊 這常被人家 對 他就會寫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 下一顆心 下一顆心 我先講我的 不過通常來講你們 我在猜你們應該都撐不到三天 這樣 因為我剛剛講那個心理建設 是 我說我很強的體會 就是這樣 通常來講一般人撐不過三天 因為你看 而且你會看到說 都是這些人 都是那種壞人特別大聲 跟社會是一樣 壞人特別大聲 但是也有好人喔 然後 這一個 那一個禮拜的過程中 又有不少人出來給五顆心 那他真的就 蠻直接的講 就是說 他看不出來說 你們為什麼要給他一顆心 他說 他寫免費城市 而且他也付了很多心理 那他只是靠廣告去 來維持他的這個生計 那你們今天又擋廣告之後 那你們對給他的利益是什麼 你們沒有利益的 為什麼要給他一顆心 那他擋掉你們也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就會有人寫這些蠻nice的畫給你 講這麼多 講這麼多 對 講蠻多的 但是要講一模 我也講 他說customer風味 所以他的號稱本來就被 對 我說過了嘛 你只要用customer loan的話 他都會edit 他都已經用了 withedit hold 他就改不回來 他不能用 沒有 我在猜 這個人不一定會改 不過一般來講 就是customer loan的人 他都改 快沒變 他真的動了 都一定有 所以呢 要怎麼保護人 怎麼防止 幹嘛 先這樣先修一下 就是讀一T 很簡單 你就讀一T 或者看到有這個東西 就把它擋掉 但是 千萬不要hard call 這個字串喔 因為我剛剛講說 破解者他會怎麼樣 他會用pattern match 所以你要用bass64去解 但是你不要用標準的 你用自己的bass64去把它移call一下 因為標準的話 他也猜得出來 他看到bass64的特徵 其實蠻明顯 但看一下那隻串 大概就猜出來 是bass64 所以我會去解一下 然後用bass64去規模 所以你要用自己的bass64去移call一下 好不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結論怎麼樣 就第一個用procard 這最簡單 用procard保護你的程式 那接下來 你在寫保護點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模組的話 然後多一些保護點分散各處 那第三個就很輕勞一點 每個版本都要寫保護點的 改變保護點的寫法 都要改變 然後如果說你廣告 你是那種廣告支援的程式的話 就像說你用m-up 或是vporn的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加一個m-app block 就是剛剛哪個程式片段這樣 呦 大概就這樣子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呢 都沒有 very quick 好 那就這樣囉 那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個講者 在五分鐘之後我們再開始